今天想什么 我们现在又在高铁上面了 但是这个高铁是 从东京开往我今天的目的地 月后汤泽的高铁上面 今天我是带着全家人 一起来家族旅游 那这次选择月后汤泽 这个地方我大概已经 好多年没去了 这一辈子有去过两次 那我非常喜欢那边 因为那边等于是东京的近郊 你坐高铁过去 一个多小时就可以抵达 那同时呢 月后汤泽 整个街道上面呢 是一个小乡镇嘛 它有很多好吃的东西 我希望我这次都有机会可以吃得到 然后跟大家分享 那现在呢 第一餐先吃高铁便当 刚刚呢 特别选的这个是牛肉 为什么凉了还可以这么好吃啊 台湾的学习一下 然后它的饭呢 它是可以整片黏在一起 为什么 它冰过嘛 那我的意思是说 虽然它整片都黏在一起 可是你去咀嚼它的时候 就感觉到它还是有甜性 难道是因为 除了果什么都好吃吗 没有吧 它是真的还不错耶 特别圆量 真的不错啊 牛肉很有味道 就炒过的 这个香气的感觉 又有甜味 又有生姜 想必有来过牛肉汤子的人呢 一定不陌生这个地方 就说这边呢有一个地方喔 专门试喝这个米酒的 不是米酒 用米酿造的酒啦 那只要头一百块 你就可以一直喝一直喝 然后呢喝不同的口味 那你一进去之后呢 它甚至在白板上面呢 也会有一些店长推荐啊 或者是说目前的人气排行榜啊 它都写得非常清楚 当然以前我来过啦 那今天呢 其实是想说有机会 可以带我老婆进去 让她喝喝看 可是现在小朋友呢 在外面玩雪花 玩得很开心 再加上 小朋友很不喜欢爸爸妈妈喝酒 所以我们两个人 没有办法同时 进入到这个喝酒的地方 所以由我来补空井 然后等一下我老婆 如果我进去喝的话呢 再补照片 跟她就来分享这样 怎么办 这个我五分钟好像不够 太有夫了吧 Oh my god 然后我刚用 一千块花了这些零钱 这一杯是一枚硬币到三枚 那我选最多的喝好了 这个酒香度稍微浅一点 但是有16% 我剩下30秒 其实清酒不可以 一口马上喝完了 你应该要慢慢品尝它的香味 但是 妈妈缺时间 我们抵达月后汤泽车站了 好久没有回来了 我觉得我们来的时候 这个运气好像没有很好 因为现在这个气温有一点高 所以呢地上的积雪根本就没有 跟我前面两次来的时候的画面 差太多了 不过没有关系 我们这一趟来呢 除了来这边泡汤 然后滑雪 也要来吃这边的美食 因为好久没有回来了 那当然呢 你要泡温泉呢 这边有太多太多加这个温泉了 我们像以前我来就拍过两三间了 那我这一次住的这个饭店呢 是在滑雪场旁边 因为我想说带小庙滑雪比较近 所以呢 我待会会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住的饭店 那如果你在这边玩 想要来这边开车晃晃啊 或者去跑很多滑雪场 你可以租车 车站对面呢就有租车行了 然后这边的滑雪的用具哦 非常非常多 大家可以上网看一下 我最近是看了一个 现在这个时间 我下午三四点来嘛 那你就可以直接到 这一个出租雪具的地方 给它租起来 明天它会帮你把这些雪具 直送滑雪场 非常的方便 所以大家可以查询一下 该怎么使用这样 OK 好 这次选择的是这间饭店 东印hotel 那为什么选它呢 是因为它旁边自己就 有一个非常靠近的 初雪者滑雪场 我觉得很适合小朋友啦 所以才特别选在这个地方 虽然它老旧一点点 但是该有的服务还是有 比如说它有这个温泉大浴场嘛 还有就是我们刚过来的时候呢 搭上的是他们的接驳巴士 这比较方便 对于我们这么多行李 带那边做小孩的是很OK的 那房间小小的 但没有关系 最重要的是 小朋友在那边玩雪 方便玩得开心 好吗 好 进来看看 Ronnie 这个房间怎么样 很小啊 怎么睡 不会啦 我们就大家躺在一起耶 不是 这个就是悬管 对 悬管 对 然后呢 这是厕所 然后那边不知道 阳台 阳台是室内的喔 对 室内阳台 然后呢 这边就是床 然后然后就没有床了 很奇怪 哇 有啦 晚上就铺了啦 我想要 我想要就有点 所以 上下铺 这不是上下铺 这不是上下铺 那是什么 它只是 它被要一大堆 我们现在就来看看 晚餐吃完之后 打开房间门 看到床都铺好了 有没有 你看 真的有吧 好怪啊 真的铺了耶 四张床通通铺好了 哈啰 我要这个 再我撒这个 撒这个 我们中间又有一个洞 是这样子过 你说棉被这里喔 嗯 这是他们的特色啊 每一个温泉饭店都长这样 真的 真的 这是日本的特色 所以其实你看 在怎么复古的饭店 它这个 传统还是保持着 利用你吃饭的时间 然后进来帮你补床 很可爱 小朋友第一次体验 哇 滑雪最难的就是上下缆车啦 不是说一定要 不是说站起来就好 把小孩教会都不容易啊 现在我们来看雷雷 好 这是雷雷这一辈子好记得纪念的一刻喔 她自己上缆车了 然后接下来下午秀了喔 这个秀呢不是我一个人秀 是由布朗尼来秀 因为我交了她一个上午 来看看她今天上午呢 呃成果验收一下 走 翻直的 不要翻横的横的 横啊 左脚多一点 好好这样 然后手看右边去右边满满那边 非常好喔 哦站得很稳站得很稳 太强了吧 一天就会了 你看喔 这一个旧旧的饭店喔 虽然说比较复古一点点 但是它旁边就是 水厂啊 不要废话 好好我们边走边走 然后呢 现在呢准备要来吃午餐 那旁边这边好像有几间餐厅 没吃过 带大家去找找看有什么好吃的 看看啦 我要来吃日式咖喱了 我很期待 我跟妳讲我特别喜欢吃 滑雪场旁边的咖喱饭 就是很简单 说我的事 关啦 妳也要吃啊 这个咖喱有一点点奶油的香 然后还带一点辣味这样 超好吃的 超好吃的耶 吃的咖喱 肉是辣的吗 有有 青植凤 也很好吃 那个肉吃起来有弹性吗 很软嫩 然后重点是它的那个饭里面 有它的那个 醬汁 都浸在饭里面 可是它饭就是粒粒分明 所以你不会觉得吃起来很潮湿 然后有嚼劲 又有香味 然后又有湿润度 然后又有湿润度 对吧 讲成这样我来吃吃看 然后最主要是有酱油香还有蛋香 这是非常经典的日式甜味的青植凤 应该小朋友是很接受的 很好吃 咖喱我也很接受 好怀念的就是这种味道 原来学校就有了 啊我真是一个滑雪的菜鸟 就是说这是我这辈子第一次呢 就是一次租连续两天的Snowball 然后呢晚上就可以留在自己的身边嘛 明天就不用再去做出租的动作 我就想说要拿下来 这边有Locker可以寄饭 我以为要付钱 那我刚问的柜台 他说你的房间都可以有自己的置物空间 然后就不用费用 你看我就拿着我的房间号码 然后这个就是我的置物柜 欸超酷的耶 一边放球鞋一边放雪板 这样子就几乎完成了 哈 哦原来是这样哦 哦菜鸟菜鸟 我第一次学到 我一次帮小朋友连续租了两天 为什么没有在饭店下面出租 因为我早上来的时候发现 他没有小孩子的Snowball 他只有Ski 于是我才去街上租 街上那间好便宜哦 就是我身后这间租雪具的店 看起来非常的复古 看起来历史非常悠久 重点是他最吸引人的是 他的Snowball 小朋友只要一天 一千块日币 这找不到了吧 然后呢大人的好像也是 一个Set的话 一千五百块日币 很便宜 就是说对于你如果没有要求说 一定要多豪华的雪具 还是怎么样 你就来租这种店很便宜 然后呢 这边也离饭店雪场非常的近 就拎过去就可以开始玩了 所以这个方式也推荐给大家 找一些Locker的店 Cassion 嗯 嗯 嗯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